治疗失眠的药物有哪些 治疗失眠的药物包括镇静类药物和抗焦虑抗抑郁类药物 镇静类的药物常见的有本二旦左类药物 及安静类药物和目前新开发的把点治疗药 其中非本二旦左类药物的特点是半岁期短 作用较快副作用小 适用于导时差或者是睡眠昼夜颠倒的老年患者 甚至个别老年痴呆的患者 而本二旦左类药物特点是代谢时间长 抗焦虑抗医的药物的选择也比较多 本二旦左类药物是目前治疗失眠的常用药物 能快速诱导患者入睡 减少夜间精醒次座 延长睡眠时间和提高睡眠质量 但也改变了通常的睡眠模式 使浅睡眠延长 快速眼球运动睡眠时间缩短 临床一般可根据药物的药效 半摔期不良反应 及患者失眠的具体情况来选择 总体上来说 早醒患者亦选择半摔期相对较长的药物 但长效药物可能在清醒时 也会有遗留作用 与用药相关的跌倒和呼吸医治多点 入睡会难亦选择半摔期相对较短的药物 短效药物首次服用对睡眠的诱导更有效 但短效本二旦药物比长效药物更容易诱发依赖 有些药物还容易引起反弹性失眠